周末今天是星期六 是2月5号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日本现代史上有一个概念叫日比谷纵火事件 这个事和咱们中国的五四运动 高度雷同 当然了它是在时间上 比中国1919年5月4号的运动要早 它的素质应该比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差一些 1919年5月4号 中国北京的大学生 注意啊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可是很少上街游行 主要是抗议 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分赃 这个大会上呢 就是对中国不公啊 中国也是战胜国没有得到应有的 这个利益 所以中国呢这个大学生受不了 其实大学生受到蒙蔽了啊 往前推 十几年吧 13年还是14年了 在1905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个日俄战争 啊 在日俄在 大清的东北这块土地上 打的这场日俄战争 日语当中叫日陆战争 陆就是Russia 音译啊 日陆战争 双方打的这个拼的都战尽良绝的时候 打不下去了 那么日本呢 那日本呢 请求美国斡旋 主持了一场 啊 和谈 就和平谈判 表面上呢 啊 日本占上风 啊 但是 呃 这个俄罗斯呢 国内呢 这个愤青也闹革命了 就是造这个 尼古拉二世的反了 呃 日本人 打的淡尽良绝了 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借了很多外在还不上 就指望着战胜俄罗斯 啊 那让俄罗斯赔偿 大概70个亿吧 啊 赔偿很大一笔钱 这样到我们经济 能活过来 否则经济这个 就完蛋了 结果呢 美国所能做的调情 最佳的结果 对于日本啊 呃 不赔偿 啊 当然了 呃 日本呢 把酷野岛给占了 啊 这个酷野岛呢 一分为二 你占整个酷野岛呢 本来是俄罗斯站着 日本站了之后呢 这谈判的结果就是 把酷野岛一分为二 北边这半边归 这个俄罗斯 南半截归这个 日本 啊 然后这个 在中国大清的土地上 南满铁路这一段 啊 大概从长春到大连这一段吧 啊 这一段铁路呢 本来是俄罗斯人管 赚的钱归他们 那么现在呢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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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让出来决定啊 呃 但日本人不满意呀 日本年轻人 那些愤青 啊 就是普通市民吧 嗯 爱国者吧 呃 军国主义分子 上街 抗议 到日本东京 有一个公园 当时叫日比古公园 在那集会 呃 跟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村喊的口号差不多 啊 呃 就是你内成国贼啊 就是要打日本人了 啊 真打死了很多人 最后导致日本政府呢 也是 铁腕镇压了 胡闹吗 哈哈哈哈 因为日本政府啊 也是隐瞒 真情 跟习近平现在 隐瞒疫情差不多 老百姓根本不知道 这个战争 呃 实际情况 老百姓知道的就是 啊 这个 打赢了这个 消灭了 这个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太平洋第二舰队 哈哈 呃 在这个 日本海啊 就是在日本和朝鲜 加之这块水域上 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嗯 这个海上的一个歼灭战 啊 那个 就算 打的这个俄罗斯海军 给他打废了 啊 那个 但是在陆地上啊 真正说在 东北 黑龙江流域啊 在这个黑龙江 甚至江北一些地方 打了几仗啊 日本是很惨的 啊 因为日本临时压得住 俄罗斯的这个 在陆地上的这个战况呢 完全是因为 俄罗斯的年轻人 在国内造反了 所以他的军队啊 都调到那个西 西边调到这个 圣皮特宝莫斯科那边去 镇压他们本国人民的造反 啊 所以 否则的话 等俄罗斯那边 呃 那个扑灭了这个 俄罗斯这些革命啊 然后把军队一转头 通过火车 调到这个黑龙江这边来的话 调远中来咋 那日本陆军是打不过 俄罗斯军队的 啊 所以这个 这个呢 日本的高层当然清楚了 日本的人民已经疯狂了 啊 所以这个 很有意思啊 我最近看到一个片啊 叫这个 叫这个 云上 叫板上 但是 这一段啊 这里面就讲到这个 1905年9月5日 日俄战争结束之后 在美国 普萨茅斯签下合约 日俄战争就此落幕 对于日俄和谈结果 日本国民无法接受 和谈之前 鉴于日军在日俄战争中的出色战绩 尤其对马大海战的完胜 让日本国民对日俄和谈充满期待 俄国应该割让整个枯叶岛 还应该赔偿日本巨额军费 结果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有 枯叶岛还打了五折 巨大落差之下 日本国民愤怒了 在普萨茅斯合约签进当天 三万日本国民聚集在东京日比古公园 抗议 三万日本国民上街 到这个日比古公园 你搜搜地图看看日比古公园还在 很小的一个公园 三万多人 你想那是什么阵势啊 五四运动当年 上街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啊 没有上万吧 估计几千人 日本政府丧权辱国 要求继续进行战争 他们高喊 刺毁卖国条约 斩国贼小村首级 以谢天下 烧掉卖国大臣的家 日本国民的愤怒 十几年后的中国人感同身受 所以这个不当家不知彩米贵啊 真要说照着日本这些抗议群众的这个要求 把战争 把日俄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 日本就没钱付了 没钱付工资啊 没有人付军饷了 而且弹药也买不起了 他们那时候打仗已经非常非常贵了 好多武器啊 那个舰船都是从外国买的 不得自己还还造不了 日俄和谈结果与日本国民的利益直接相关 自十年前的三国干涉还僚事件后 日本三国干涉还僚事件 这个词呢 大家也应该记住啊 这个是啥意思呢 这个是日清战争 日本战胜大清之后 不是签署了马关条约吗 签署之后啊 就是把这个 这个这个辽东半岛啊 完全割让给日本 割让了跟台湾一样啊 台湾 割让送给日本 永久永久给辽东半岛割让啊 那么那么那么就那么就说 呃还有其他的一些权益啊 这个其他国家看不过去了 法国呀德国呀 他们就觉得不行啊 说你这个 你这个你占便宜太大了 那那我们要跟你说到说到 就逼着日本啊 又把这个辽东半岛给拖回来了 当然这个是俄罗斯主导的 那俄罗斯又找了个机会 就把这个 后来就把这个辽东半岛给 给占了啊 这个机会是什么呢 就是义和团到北京 招惹来大国联军 来平暴 来镇压义和团这些傻皮群众 义和团红卫兵 郭瑶粉啊 就是中国反动邪恶黑暗 这些愚昧的大众啊 就给国家惹了祸 俄罗斯也派了军队到北京来 参与八国联军镇压暴民运动 人家顺便就把东北给占了 把辽东半岛都给占了 那这个是1900年的事 后来日本呢 就说这他妈 我们还得夺回来呀 就跟清廷商量 我能不能帮你打仗 把这个俄罗斯人赶走 我把他打败 然后我把东北给你抢回来 我再还给你行不行啊 大军说好 好 我惹不起俄罗斯 我表面上保持中立 我暗地里帮你 这就是日俄战争的来历 日本国民就肩负重税 到了日俄战争期间负担更重 如果日本获得巨额赔偿 那么势必会大大减轻 日本国民的税负 否则日本国民还要继续为 日俄战争落下的饥荒填坑 日俄战争期间 日本举债近12亿日元 庞大债务和巨额利息 会让这个资源匮乏 工业基础薄弱的新兴国家 变成蜗牛 群体情绪简单又夸张 冲动又易变 日比谷公园爱国集会 很快变成了日比谷烧打事件 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 才勉强平息 但贵太郎内阁不久后倒台 日比谷烧打事件 表达了日本国民的愤怒 请注意啊 当时日本的这个 已经明治维新改革 取得了成果 战胜了大清 从大清那每年得到这个赔偿 然后日本这个钱没有浪费掉 没有吃喝玩乐啊 建了大学 建了军队 买了最先进的武器 走军国主义的道路 这个是全国人民感到非常振奋 全国人民处于一种 两千多年前 中原人 那个秦国的那个状态 就是军国主义 所以他是觉得我们这个道路是正的 非常好 就是要搞下去 谁敢得罪我们 我们就跟你打 我们白种人照打 这个心情啊 这非常好啊 非常好 是日本民权的一次合唱 亦可谓大政民主的序章 日俄战争爆发前 日本国民的情绪就像战争清闲 开战论者比比皆 板上之云 这个日本的这个电视联系剧啊 值得一看 很长啊 这个有13集吧 每一集都是90分钟 在日本播了三年 从大概是2009年就开始播 10年11年 正好是胡温的后期 新片没知证 这个据说在日本反映很强烈 我看了一下介绍 这个片是不错啊 中国人其实可以系统的学习一下 日本人的这个观点 涉及到这个日俄战争 甚至还有之前的这个日清战争 以及日本是怎么样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的 就是他走通了 他通过这个 这个 违心呢 改制 改改制 然后走通了军国主义道路 就是实现了秦国的那个强国之梦 这仍然是今天中国这些小粉红啊 五毛啊 中国共产党 所谓大国崛起啊 民族复兴啊 全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要打人啊 他不是说把这个改制之后啊 极大的啊 让人民群众 这个 让人民群众呢 去花时间去琢磨着 去 发明创造 去创造财富啊 你比如说有一些工艺啊 我们改进啊 有一个可能我们新搞一种建筑材料 我们把建筑成本降到十分之一的成本 我们跟全世界所有国家给你承拨 给你盖房子 盖出了房子又结实又便宜 而且而且安全啊 而且省能省能等等吧 就是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明智维新的这个 这个道路走上了军国道路呢 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仍然是诱惑今天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这么一个幻觉 所以从这个日俄战争 这个结果来看呢 俄罗斯差一点当场就死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 终于把他十月革命把他干掉了 死了 日本啊 日本的这些尝到甜头的普通老百姓 这些傻逼啊 这些就跟红卫兵义和团 郭腰粉一样的这些社会底层的这些 日本人民的 也他妈的跟这个政府也也也也不满意 也去上街抗议 所以战争啊 是非常慎重的 不能玩 这是孙子兵法的这个第一个警告 就是不要不要动不动就打仗 大家看一看这个板上之云 啊这个是司马遼太郎写的啊 这个我再找一个看看有没有英文字幕的 我看一看日语呢 我是听不懂了啊 我这个如果谁能找到这个带英文字幕的 啊跟我分享一下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就讲得多多啊 今天主要是讲的一些新的概念啊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日剧啊 所谓这个大和句啊 这个板上之云 这个板呢在这儿就是板是个日本字 实际上就是个上坡的意思 坡上的清云之云 就是咱们中文里的那个清云之质啊 是一种理想啊 是一种野心啊 单纯在汉字里讲这个云字 很难让人良想到它是一种野心 啊就是明智维新在日本的国民当中 点燃了他们的秦国强国梦 啊就是有战争 有发动战争的能力 我可以称霸了 我可以抢夺你的财产 可以统一六国 我可以灭了你 我可以搞大秦朝 就这种野心 就是军国主义的道路啊 就是现在属于叫军国主义